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集報》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4月16日 首先這裡有周珍BC 李孔大家好,才是親的孔 還有我家珍珍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集報》 還可以到二致台正向播 和三致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我們之前有一節 2021-0413C 杜魯多搞邊科頒獎給蔡英格里斯 現羅生門這一節 我們就曾經講過 有一個叫做哈里法斯國際論壇的組織 其實在加拿大的哈里法斯市 每年就會舉行一個國際論壇 就是講國家安全 講全球對於領導那些東西 掛了加拿大的城市名 但是其實它的總部是設在美國華盛頓的 詳情聽回剛才我說的那節 2021-0413C就會知道 好了,這個論壇其實搞出來的目的就是 近幾年就打擊中國的 它去年就頒了一個獎 叫做John McClain 獎 就是這個麥凱恩獎 John McClain的公共服務領袖獎 給香港那幫黑暴 你可以知道這個所謂國際論壇的底是什麼 而今年他就勝傳 他就想頒給蔡英文 這樣說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在加拿大的城市 頒給蔡英文 一個所謂國際領袖獎的話 加拿大就一定 真的會很嚴重的 原本不好的中加關係 結果很多人就勝傳 杜魯多 就向這個論壇施壓 就說你不要搞這種事 害死我的 但是這個一傳出來 他的反對黨就開始出手了 尤其是我們講過 那位Michael John John文豪 被中國政府點名制裁 那位保守黨議員 在星期三就出了招 就說我們現在提出一個動議 蔡英文是這個獎項的理想人選 所以這個哈利法斯國際論壇 如果要頒獎給蔡英文的話 我們這個政府一定要支持這個論壇 就在下議院就說 那獲得一致通過 就是兜巴打臉 就逼夾杜魯多 杜魯多 那些人問 喂 現在這樣要逼你怎樣 你是否真的向這個國際論壇 這個組織施壓先 那杜魯多回應了 就是這樣說 政府就一直持續支持 贊助這個哈利法斯國際論壇 不要忘記我們的部長 國防部長 石俊先生 也都是每年都參與這個論壇 並且會繼續堅持下去的 我一直都支持台灣很有意 參加一些本國舉行的 多邊國際論壇的 有意義的論壇 而其實加拿大和台灣 仍然都會繼續保持著 強勁的貿易增長 和人民關係的 但是現在這個執政自由黨政府 對於說他們向這個論壇施壓這件事 他們是沒有承認也都沒有否認 他們是沒有出聲的 但是如果問到負責搞這個論壇的部長 石俊國防部長石俊呢 他就立刻是這樣說的 我們一直支持這個卡利法斯國際論壇 頒獎給誰是他們的決定 和我無關 那就算了 這樣說法 其實如果真是成全班給蔡英文的話 是沒得抵抗的 真BC對於 蔡英文說明 預有永遠 他很開心 你不用擔心 現在台灣省內的 那些 應該這樣說 台灣省內的媒體已經吹到大一帶了 一定他有排布 會不會飛過來呢 應該沒得飛過來 那也不會 但會在網上 說一班給你 他就大來大鼓 到時呢 我是這樣看 到時可能全台直播 有可能的 而另外還有一件事 記住政治這件事 其實就是時機 這個時機是跟拜登的老死 陶傑 不是 陶德 飛去台灣 是同一時期 而當時的陶德是說過 拜登是會支持台灣 加入一些國際組織 幫他們確保國際空間 這件事又是一石二鳥之計破壞中加關係 又有得捧台灣的計策 這個我個人看法 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過他都招幾近二 所以可以見到拜登玩這些東西 一招 一出一招是打組合拳 他那些組合拳跟特朗普不同 特朗普的拳打得不密 拜登這些真是打得密到嚇死人 特朗普因為他開了很多戰線 不是 他是孤軍作戰 特朗普是孤軍作戰 他不是連結了一些盟友 或者放一些盟友上台 留意一下拜登他做這些事 全部都是在後面做的 叫那些年輕人逐個去頂 比如說烏克蘭這件事 就叫烏克蘭和你俄羅斯來搞 我在後面和你操線 這件事就是用加拿大盤出來搞 我在後面逼你 彈彈的事情都是這樣做 他自己不要說真正出面做 真正出面做就用克里和你習生聊天 還有你看到一件事 美國之音已經大肆地 華盜老多、施壓 其實就是想敲打杜魯多 你不要施壓 我們一定做大理的 根本不是施壓 而是說 孟晚舟那件事 孟晚舟那件事我放過你 現在他準備和伊朗談得很好看 可能孟晚舟那件事有回旋 但並不代表你可以中加關係好 我一定會把你揭露 杜魯多是完全不是對手 你沒有辦法 他是不及他爸爸那麼厲害 其實他爸爸在這裏都可能插不上 因為始終 現在的大小就是這樣 還有 你要記住 這個拜登做事 是不手軟的 他是陰下陰下搞定你 現在他用 他現在VoA就是美國之音 在這裏說 哦 杜魯多想撤資 就是不再贊助 就是叫加拿大政府不再贊助 就是說你這樣行不行 對不對得住民主國家 就是不斷說一些類似言論 是吧 在拆著杜魯多的光環 那杜魯多 那杜魯多 最後是給你的保守黨上 因為保守黨是親美 嗯 沒錯 很明顯 是很明顯的 但是怎樣也好 我們再說是有另一件事 又是要的爆料很多的 又是加拿大國會的事 就是加拿大的國會安全和情報委員會 每年都會發一個報告 就去說加拿大的安全會怎樣 這個情報委員會就在2018年成立的 就每年就有350萬預算 就請10個人就寫這些報告 那麼最新近寫的報告呢 當然是直指中俄 那麼這個報告就說 在疫情期間 中國和俄國這些國家 針對著加拿大的活動越來越加強 包括對我們的疫苗研發 是直接想盜竊完又盜竊 這種情況 我們現在警告 如果你們下載一些來自外國的應用程式 是絕對會帶來風險的 那麼他其實就說 加拿大和美國和英國一樣 已經成為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情報部門的目標 說得這麼大 然後還說 其實主要就是引述加拿大的安全通訊局說的 最具體來說 黑客對於疫苗研發、醫療設施和應對協調的有關訊息 非常之有興趣 這些可能會威脅 在疫情期間對我們的威脅會是不斷的 就是這個委員會主席就叫做David McQuinty 就說 在現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一年 隨著科技和疫苗有關的知識產權增加 這些人是企圖插手我們的研究 如果你是居於中國的中國國民 下載中國的應用程式可以預期 但是如果你是加拿大人 你決定下載這些外國程式 可能就會惹上一些追蹤的技術 那就會有些存在風險 你可能會被跟蹤、被監控 你的信息就會被人儲存 在供響著 哇,信息高這麼大啊 大佬 不知道就嚇死 知道就笑死 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在將整件事說得很誇張 是不是很有你們澳洲那邊的感覺呢 十分 十分 不過這麼說 什麼都是國家安全 這個是萬能key 想不到加拿大都是用得這麼多 因為寫這一份報告的 其實是情報部門 全世界的情報部門 當然要說到一定有外在威脅 如果不是 哪裏會有 說稅一點 哪裏會有預期 一年給三百多萬預期 你跟我說 沒有存在威脅 說我知道也有知道 是不是這麼說 沒有 沒有 那裏會有機會 真是很嚴重 這件事也都是給了炮火 很明顯是會給了火力 這一個反對黨 去對一些玩 對於宗家關係溫和的 好像杜魯多這些攻擊 沒有位置走 要夾爆它了 杜魯多其實 我也是那句 做盡的 但是很難搞 衰革在 沒有辦法 有人奪權的話 肯定就是這樣 是的 尤其是最重要的是 美國在背後 在那裏 就是很明顯 美國的手影是越來越重 嗯 美國的手影是很重 很重 這件事才是問題 加拿大 但是就諷刺地 每一年 當加拿 就是 當加拿大變天 通常就 美國都是會變天的 嗯 就是這一個 這個好像是宿命那樣 但是拜登現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敲打那些小弟 他都是不手軟 可以見到 加拿大一向都是 啊 就是我還沒說到 吐流流不過 都是兩邊 不是死根 但是現在已經被他夾到 快要包了 即使當年是 到他說要打阿富汗 打伊拉克打阿富汗 這一種情況 嗯 加拿大是 跟布殊仔說 我只是跟你打阿富汗而已 我不會跟你打伊拉克 因為軍力不夠 這樣去灑了他 即是當年是這樣跟他玩的 然後就跟國內的人說 加拿大本地的人說 說他打這場仗我們是不會跟的 這樣跟是不對的 這樣串弱小布殊 令到小布殊說你竟然說我不對 就是我過招 你講到我打這場仗是不宜 你有沒有搞錯 那時候就是老杜都的左右手 前左右手 後面的前總理克里鐵 克里賓 那時候是這樣玩這個小布殊 但是現在留意到 小杜魯多是不夠拜登的玩 很慘 大家都左派出身 小杜魯多是學奧巴馬 但是你要知道拜登跟了奧巴馬這麼多年 甚至我想作為一個副總統 很多決策他有份制定都不出奇 所以現在拜登的人說他租老頭 香港那些黃人KOL 那些什麼第一KOL 老肖那些 軟弱啊沒用啊 叫他自己 叫他睜大眼睛看多難對付 我不是說讚拜登 第一件事我先戴一下頭盔 我們不是讚拜登 不過你必須要明白這個人是怎樣 打這套遊戲是很難打的 沒錯 到魯多走不掉的了 他都已經盡量溫和了 雖則我希望應對不要這麼激烈 中了拜登計 這個就是我的希望 如果應對打擊中了計 就回不了頭 很難很難很難搞 是 是啦 那好啦 我們講到這裡 回來追蹤紀錄畫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